首先我用手指頭去量大概多少的範圍之後 然後我用剪刀去剪出我要大小 然後我們拉起來的時候要輕輕拉 然後用手指頭稍微把那個黑圖把它抖進來 這樣比較不會大範圍的造成那個 混濁這樣子 把這個一塊的大小大概是12到15左右的範圍 蠻翠綠的 我會先用 蜜蜂袋把它裝起來然後裝一點池 然後之後那樣吹入那個空氣裡面讓它膨脹 之後再用盒子把它裝起來這樣可以確保才運送塗裝不會被擠壓到 讓那個空氣跑掉這樣子 這個是九博 自己的包裝方式 然後因為九博也不是專業的販賣水草 所以並沒有很專業 盡量不要讓水草 在運送的途中有 乾掉 或者枯萎的情況發生 然後九博通常都是會在晚上的時候才會去寄送水草 因為物流車有時候晚上會來收貨 那它運送的途中就會 保證確保是 晚上到凌晨 甚至到中午之前都是 比較涼 因為它配送的時間是早上或小不一定 至少我能保證就是它 去到 物流中心的那種 途中 盡量是在晚上 盡量不要去早上 去寄貨 因為有時候你可能寄貨它中午 或是 9點多來收貨 行經的路線中都會是在大太陽底下 就是九博的一個小小的心 心得 這樣子 假如有 寄送水草的朋友 可以依照九博這個方式去寄送 然後蠻多朋友 購買水草的朋友 他都說用全家的話 會比較快 觀察 我發現全家真的比7000還要快 大概一天 有時候我今天晚上寄 他明天 晚上就到了 全家啦 所以有盡量就是 假如有要購買水草的朋友 會用全家去做店對店 會比較安全 有時候7000它的量大 有時候可能會到 兩天都是三天 所以水草的那種能耐度 會比較 不優這樣子 片中的是 趴地珍珠 水汁的TDS 大約都是在 140到180中間 到180以上我就會換水 然後換完水大概會降到 將近100 120到140 這裡 然後大概慢慢的他就會拉高 因為我鋼子裡面有放青龍石 所以我的TDS會慢慢的去被拉高 然後則只好在這個狀態下 他活得是非常好 九博會用一段影片給大家看 就是他在水中的樣子 這個這一缸是沒有用底肥的 也沒有用根肥 純粹就只是用微量元素 然後 鐵肥 跟 NPK 然後他爬的也算是非常快 帕地還扔住 大概 不到一個月就爬滿整缸的 這個時候 之前有拍過影片 大家可以回去看 等一下的影片中的 帕地整圖 被修剪很多 好久我久我會用那種密封袋的方式是因為 水槽運送多中的濕度 因為他水分沒辦法去從 密封袋被去蒸發掉 然後一般來講 通常我 以前買水槽有走過就是用綁的 或者是 更專業就是用那種熱風條 把它封住 我覺得這兩種都不錯 可是用綁的有個缺點就是 手綁用鏡皮筋綁的話 有時候他可能會漏氣 就是你綁太緊的時候 冷太熱的時候他會爆開 我會建議就是用密封袋的話 比較方便 你講到做片裝的 就是不是整隻的水槽化 片裝的話我建議你會再加個 塑膠的裝子 讓他比較不會去 倒的時候 然後去撞到 因為他比較 重量來講他比較重 所以他 護油在翻動的時候 比較容易因為你的晃動 導致你的袋子去翻滾 容易破壞這樣子 寄送水槽的朋友啊 也可以參考一下 捲膜種的房子 我覺得 個人覺得是還蠻 蠻好用的 對於水槽的保護啊什麼的 以上就是今天捲膜 對於 運送水槽的一些 小要訣 然後希望可以幫助到 各位朋友 因為 接下來就是冬天 就是水槽的旺季 就是大家都會 種水槽會種得比較順利 因為溫度低了 希望大家 喜歡水槽的朋友 多多讚喔 記得訂閱九博 跟點讚九博 然後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